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事情都想了解 实地看一看 习近平首先来到了距离成德市150多公里的塞汉坝机械林场 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名字 那就是塞汉坝国家森林公园 塞汉坝国家森林公园 容森林草原朝泽湿地为一身 有山地高原丘陵河流湖泊 西流更有数不尽的花草树木 是肖下避暑的好地方 习近平从北京出发到塞汉坝机械林场 路上大约用了半天时间 但是从成德的普宁机场到塞汉坝机械林场 就140公里 路上就得用两个小时 另外河北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显然是从省会石家庄 专程到成德来陪习近平考察的 习近平肯定得跟他们谈谈话 吃吃饭 这一个上午的时间估计就过去了 习近平是从当天的下午 才开始考察那个塞汉坝机械林场的 在这个林场 习近平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 也就是说 习近平考察河北省成德市 第一天主要就是考察这个林场 与以往不同的是 中共的党媒在习近平考察的同时 便迅速进行了密集的报道 新华社当前的报道 据说近有八片之多 很不寻常 这些报道长短不一 主要是围绕着习近平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展开的 东拉西车洋洋洒洒 一会介绍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一会又拿出习近平近年来一些的植树造林的照片 又是文字又是图片 搞得很是热闹 其实那都是些牵强附会的事情 主要的是为习近平这次到三汉坝国家森林公园来制造一个政治含义 新华社只是在一些细节上 不经意之间泄露了习近平的真实状态 新华社的报道写道 秋日明媚的阳光洒向这片无边的绿海 远处山巒起伏 四顾风景如画 半个世纪前 塞汉坝还是飞鸟不息 黄沙折天的茫茫荒原 如今这里是花的世界 临的海洋 习近平说走进林子里 感觉确实不一样 空气很好 新华社的报道接着写道 沿着木栈道 总书记步入林中 在一颗落叶松前 总书记还特地的用手丈量了一份 长得很好 树干很直 新华社的报道 只说习近平考察了国有林场 却有意的回避这个国有林场 同时还是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实质 反而给人此地乌银三百两的感觉 其实恰恰是因为习近平这次到 这个国家森林公园 油山满水的痕迹太重了 需要特别的加以掩饰 这个新华社才费尽心机的 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以显示习近平对植树造林 环境保护的重视 第二天 习近平又先后考察了著名的 避暑山庄 外八庙中的普宁寺和成德博物馆 我们知道 避暑山庄是著名的皇家园林 规模宏大 其中一些重要的建筑 为国内所独有 很值得一看 即使是走马观花 也需要不少的时间 习近平这次考察了 其中的淡泊净成殿 淹波智爽殿 淡泊净成殿 全部用南墓修建 而布施彩绘 故而又称南墓殿 是皇帝住在避暑山庄的时候 临朝听政 接见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节的地方 这个地方质朴而庄严 淹波智爽殿 是皇帝的寝宫 避暑山庄 康熙三十六井之首 是风景最为秀丽的地方 此后 习近平又去了浦宁寺 在避暑山庄外边 有多座庙宇 号称外八庙 其中包括 浦仁寺 浦宁寺 安远庙 浦多宗乘之庙 书相寺 须弥福寿之庙 广源寺 浦宁这两个字 非常的吉利 想必 这是习近平选择他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每次外出寻幸 特别喜欢带有吉利字眼的地方和地点 我在以前的节目中 曾经特地的谈过这个话题 这反映出习近平一直缺乏安全感 他的内心很不平静 想必他总在恐惧 有什么重大意外事件会突然发生 习近平这次来到浦宁寺 当然他一定有所期盼 习近平在浦宁寺 先后查看了天王殿 大雄宝殿等建筑 此后 习近平又去了附近的成德博物馆 习近平到这三个地方去考察 就算是简单的看看 也得大半天时间 中间还得吃顿饭 直到很晚了 习近平才抽出时间 来到了成德周边的一个农村 和一个城市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看了一看 估计这是倾听点水一般 官方报道说 习近平到这个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失分 实际上 这一天的时间 习近平主要是在避暑山庄 普宁寺和成德博物馆逗留了 到那个村子和社区的居家养老中心 不过是一晃而已 然后估计就返回北京了 和以往到外地考察明显不同 这一次习近平没有到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去考察 也没有专门的听取河北省省委和省政府的汇报 这趟外出寻省就结束了 而官方的报道明显的是想给外界造成另一种印象 在新华社8月26号推出的 技术习近平考察全过程的报道当中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成德纪值一文中 是这样写的 8月23日到8月24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成德 深入绿意盎然的无边领海 赞誉荒漠边绿洲的精神力量 走进意运悠长的园林庙宇 感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启迪 来到欣欣向荣的乡村社区 描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图景 这篇报道还说 8月23日到24日 习近平在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省长许勤的陪同下 深入国有林场 文物保护单位农村社区等进行调研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习近平这次承德之行根本就是散心之旅 他去的是国有林场 可更是森林公园 他去的是文保单位 可更是旅游圣地 至于农村和社区 那完全只是点缀 其实承德是河北省最位著名的旅游城市 习近平这次来塞汉坝国有林场 来国家森林公园 来承德避暑山庄 外八庙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休闲 就是游山玩水 新华社的那些报道 根本就是扯淡 对比几天前 外出视察的李克强 他所到之处 都是些农田企业 或者受灾现场 或者召集有关人员开会 李克强外出视察 确确实实像是在工作 而习近平这次外出 则明显的不同 游玩观光的痕迹太重了 所以中共的宣传部门 当然要仔细的替习近平 这次游山满水之行 进行粉饰 以便让人们相信 他习近平也在辛勤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习近平外出前往承德之前 他刚刚在北戴河 休息了两个多星期 出人意外的是 北戴河假期一结束 他又来到了承德 继续游山玩水 从这个状况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习近平 进来的状态 第一 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 否则他没有心情外出 也没时间外出 第二 他日子过得并不痛快 心绪烦乱 心神不宁 就是在北戴河度假期间 他习近平的日子 想必也不消停 所以还要外出到风景名胜区去散心 实际上 从武汉疫情结束之后 习近平定期外出游览观光 已经成了规律 而最近这一段时间 习近平显然又遇到了几件 让他高兴不起来的事情 一个是郑州水灾 导致出现重大的人员伤亡 偏偏河南省委书记 郑州市委书记这两个家伙 又都来自支江新军 他们的恶劣表现 引起了巨大的民怨和民愤 让习近平脸上无光 在李克强视察河南之后 国务院调查组正式启动了相关调查 再者 当局原本已经宣布 反外国制裁法将作为附件 列入香港基本法 只等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表决 这可以看作是 习近平对抗欧美 强化对香港控制的一部分 结果令人意外的是 人大常委会的会议闭幕了 却并没有提及 在基本法附件中 加入反外国制裁法这回事 原来在最后时刻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临时停止了这项法律的表决 这两件事情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情况 使得外界一些人认为 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 遭到了党内其他派系的指责 被迫做出了让步 同时这些传言 又给北戴河会议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北戴河会议的特殊之处就在于 这个会议可能会有一些退休的元老 借度假的机会 彼此交换意见 并且向现任的最高层表达他们的关切 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 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常见 但是在习近平定于一尊之后 这样的情况恐怕就已经成为过去了 曾经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和胡锦涛 他们曾经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但是现在他们在高层的影响力 已经微乎其微 其他退休元老就更不值一提了 尤其是在当前这种非常严酷的政治形势下 一般的中共元老 可能都未必愿意到北戴河去度假了 更不要说向习近平提意见了 至于现任的中共大员 他们就更不大可能在北戴河度假期间 去指责习近平 他们未必有这个胆量 也未必有这样的实力 李克强作为中共的二号人物 他几乎完全被架空了 当外地视察 不要说中共的三大媒体不做报道 就是一般的新闻网站也不加理睬 李克强赏起如此 其他人就更不足论了 可以说 自从中共十九大召开以来 在实力对比上习近平对各方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 而且这种事态一直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如果没有发生军事政变或者宫廷政变 这种事态将会持续下去 即使中共高层 有人对习近平不满 甚至还要发生一些摩擦 这也不会导致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这是各方的实力所决定的 不难想见 在各方的实力对比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前 中共的政治格局 不可能突然出现重大的变化 由此可以确定 习近平即使有所收敛 有所退让 那也只是战术调整 而不会是战略上的退却 毕竟在中共内部 他还拥有绝对的战略优势 习近平当前的主要目标 就是确保二十大能够顺利的召开 确保他在二十大上 继续的掌握中共的最高权力 未来的二十大 高层的人事安排 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但是习近平的权力 不会改变 这是确定的 习近平绝对不会放弃最高权力 其他人也没有实力 去挑战习近平的最高权力 当然 处在内外交困中的习近平 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能想到的办法 只会让他日子更加的艰难 既然权力定于一尊 那责任也只能他一人去承担 当下的中共 政治经济困难重重 再加上天灾人祸不断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的坏消息 报到习近平那里 定期外出游山玩水 对习近平来说 已经成为一种必须 反过来说 习近平不断的要到外地去游山玩水 这也恰恰说明 面对巨大的压力 习近平已经是焦头烂额 狼狈不堪了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到这里 小明知心 谢谢各位 再见 明知心 明知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